透过空拍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房屋都泡在水里面 汽车呢也是都灭顶 里约热内卢州的城市贝尔福罗索救援人员用小船来协助撤离 民众踩在快要到腰部的深水当中 还有人是干脆游泳 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个越来里约热内卢的恶劣天气 造成了200多个人丧命